甘甜清脆的绿竹笋 细致多汁的文旦柚 从产地一路到餐桌 猜猜我们接了多少磅 绿竹笋采收就是在抢时间 错过了就不是高品质的绿竹笋了 从农民手上一路运送到大型集货厂 等待后续分级加工作业 竹笋采收后送到我们合作社来之后 我们会依照它的外观损形 做七种等级的分级 然后再依次加工成我们要的商品 然后销售到不同的渠道 我们透过我们先进的保鲜技术 将我们的竹笋产品保存它的鲜甜美味 不仅提高了农产品的价值 更让消费者品尝到安全优质的农产品 我们公司这个地方 是台湾目前最大的集货包装厂 我们这个工厂全部有1300多瓶 我们今天所装的文弹是要往国外去的 台湾水口除了可以外销以外 也可以做加工有果干冷冻果肉 不管在台湾在外国都非常受欢迎 政府积极辅导农友按照良好农业规范 进行田间管理 透过大型蔬果礼籍或包装厂 蔬果自产地产收后 于符合卫生规范的作业环境 利用现代化设备打造冷链环境 快速地分级包装 最大限度维持蔬果新鲜度 除了让国内消费者买到优质的蔬果 更可以成功地外销国外 让世界知道台湾蔬果真的一级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